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錄的日是6月20日,24日下午 昨天我出了280A 講到我對國安法的一些擔心 始終被林鄭做一個委任法官 即是指定一些法官 林鄭是令人很擔心的 因為她做事永遠都是打斧頭 永遠都是好像中央給她什麼 她就盡量做到不知什麼 這是我的感覺 因為原本殖民地法律有緊急法 她用很少的 交了差,蒙面法 還要給法官周家明去玩謝她 當然我說我擔心 接著我一部片出完街之後 沒多久了 林鄭就在6月23日早上9點55分 大約就說 港區國安法不切追溯期 她說完這句話 我想我們陣營的人大部分都借了 真的 大哥 又沒有牙老虎 過去一年 怎樣 升火同盟 7000多萬黑錢 是不是不追究升火同盟呢 是不是 被匯豐凍結了 是不是 六一業基金 做了什麼呢 不知道 是不是恐怖基金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現在這些全部 一句 是不是刮一句愛國 過骨呢 過去一年 怎樣 怎樣拿弓箭射穿差佬腳 倒墻水 那些 全部看一下 現在現行法例 各級法官怎樣猜 襲警那些都可以不用坐 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 一句不追 你不切追溯期 那大家都借了 那林鄭真是精彩的 她永遠都是這樣 但是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現在中央很多時候 她做事的方法是其實很 怎樣說 她剛剛早一輪去開會 18至20號 她又說不會討論 最後變了討論 她是有很多 掩眼法 她叫林鄭 就只是說出她的意見 她叫不要撤追溯期 但是撤不撤追溯期的最後的權限 在人大上的 所以林鄭這樣說 只是說她 向中央反映的意見 中央究竟會不會 會不會 聽她說呢 林鄭可能以為中央會聽她說 無論如何都好 我希望中央 撤追溯期的 就是不可以說過去的23年 在香港還從事顛覆活動的人 可以個個都沒事 我們數起由支聯會 這個旗艦組織 數下去泛民會一個組織 都在顛覆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她說 林鄭要放生 我希望中央不好 就是我說 我在上一節的節目來說 我希望 中央 立這個國安法的時候 會設立 國安法庭也好 基本法法庭也好 或者基本法國安法庭也好 有人說 基本法法庭 沒有理由處理國安問題 我覺得就是組合在一起 是不是 創建一個結構 解釋基本法158條 基本法會由哪個法庭去解釋呢 只是法庭而已 基本法158條說法庭 那法庭就說明 就是基本法法庭 由那個新的法庭去解釋 現在 要 要 要特首指派 指派了些人進去的法庭 這樣解釋 如果不是 你說給現在那些黃色法官 在製造輿論又說 怎麼不公義 他們說這麼多話 都是說 國安法不公義 沒有司法獨立 要讓他們的皇官 放生暴徒 不讓皇官放生暴徒 就司法不公 然後既然司法不公 我們 煽動下面的人搞暴動 大啟司 大律師公會 就是想這樣做 對吧 你看這幾天的論真是這些 我覺得呢 大陸那邊就派了一些法庭委的人來 那些人解釋 張勇就說 喂 沒有啊 他審我這宗案 不備干預 就是司法獨立 派哪個法官 委任什麼法官 不是司法獨立的一部分 喂 特朗普也指定最高法官 看看很不幸 美國法院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如果說 這麼巧 在 在某一個總統任期裏面 有幾件要退休 那 我的總統就很便宜了 就委任他 親共和黨那邊 就委任他了 就是這樣 美國也是這樣 為什麼一定要實權下去 司法委員 怎麼變成大啟司拿實權 神經病 但是無論如何 我都會覺得 希望 中央 很多時候玩染眼法 林鄭這樣說完 未必聽的 大家先不要這麼擔心 希望中央也聽回民間的意見 希望有追溯權 希望 建立 國安的法庭 就由一些 指派定的 不需要你 大啟司司法 推薦委員會 現在你指定 難道你是不是 給外國法官 去審嗎 起碼都選一個忠誠的人 就算他有外國護照也好 選一個忠誠的人 忠誠的人 審國安的case 如果不是 那他 有理沒理放生 那怎麼辦 是不是 他有美國籍、英國籍 放生了美國、英國那些 間調怎麼辦 沒理由 另一件事 你對林鄭 我忠誠 我們一向有很多質疑 有一件事爆出來 我確認過 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曾國偉 宣佈 他們那邊 宣佈說 會 出一把十萬捐給港西 那筆錢會經 愛德基金會 和洛斯會 那邊這段文字 你看完都會令人覺得 有點憤怒 2010年2月11日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網站 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關於 即是教育部 關於防止香港洛斯會 中國 分佈通過互聯網 關於我國高校聯招大學 學生志願者的感的通知 這段文字很長 一句說完 教育部出了一個指引 叫什麼都好 他說 指稱 香港洛斯會為 揭力向內地滲透的非政府組織 且負責任盧子健 可能是2010年的盧子健 是反對派的骨抗 要求各地的教育部門和高校提高警惕 認識香港洛斯會招聘大學生志願者的用心不善 要斷絕與其往來 不與其任何形式合作 諾斯會2014年利用捐款支持佔中 曾國偉 就 將一筆錢給了諾斯會 為什麼不給泰山功德會呢 為什麼要給諾斯會呢 當然了 我又不是說曾國偉剛剛上任 可能有些事情他還沒得熟 以為諾斯會沒問題 對呀 諾斯會呢 就算他以前的負責人是盧子健 2011年的時候說 現在我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查實很實 相信都是 一些西方 反華 的人去承傳的 現在那個可能表面的樣子不反華 但是你也知道那些關係 都是近親繁殖的 泛民那個圈 那些狗屍垃圾的 老實說一句 林鄭政府呢 很多時候做事呢 就是脫脫漏漏 就是你 曾國偉或者下面的公務員AO EO 他就說 誒 要捐錢給大陸嗎 經諾斯會吧 這樣 那麼一把十萬 有多少錢是行政費給諾斯會 扔了 拿來資助泛民其他的東西呢 那真的沒有人知道 林鄭的政府就是這樣的質素 你說他不忠 我會沒有證據 但是呢 他做到鬧鬧鬧鬧鬧的 就是被他陰死 隨時會發生 另外呢 要提一提 有一件事呢 我覺得對林鄭的政府 我都是很多不信任的 沒有辦法 立法會通過終止審議 一手扭空自稅 我一早都說的了 就是整個郭榮鏗的拉布呢 都是為了空自稅 不是為了國歌法 國歌法 現在有什麼人犯法呢 是不是呢 龍心呢 如果再拿一支喇叭 在地鐵上播 然後罵人不尊敬 國歌呢 其實不尊敬國歌的是龍心 OK 龍心不是我們浸營的人 龍心是對家的 他那些是癡癡善善 扮愛國 用來醜化我們而已 龍心是陷家產 谷歌法沒有什麼影響我們生活的 但是空自稅呢 是阻止地產商囤積居期的 那現在以一個呢 現在 救市的原因 這樣 這樣就被林鄭政府廢了 或者立法會各黨派 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真的 唉 我不知道裡面為什麼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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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沒有了 那看來也是 石禮謙 主導啦 林健鋒又覺得 撿了去啦 這樣 我就看下面的文字 就是這樣 我知道有限 就是立法會 泛民 和建制派裡面的地產 部門 就是這樣做 是不是 我都說建制裡面也有很多地產勢力的 KOL界也有很多 是不是 都是這樣 是不是 現在和我們好像同聲同氣 到那些他們的利益的時候 他們的利益的時候 還會變的啦 就是這樣的事情來的啦 是不是 林鄭政府 是吧 一句話 他 要 政治上呢 就是 沒有政治性 派了給 黃維基 這個黃色的 機構 香港電視 三千三百萬 是吧 那邊呢 就用口罩套了幾億 香港政府 又給他 三千三百萬 他 真是好 就是 沒有政治性 嘛 是不是 人人有份 是不是 黃維基 這裏就多些 三千七百五十萬 這個圖 接著 阿布 那些口罩 逼你叫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的 或者叫黑警死全家的 這個叫林景南的陷家產 無線新聞 包庇他 用他的代言人 胡慧中 去宣傳泰國 這個陷家產收 一百三十七萬 林鄭 真是多謝你 林鄭給他錢 鍾庭耀 反中亂港 又執六十六萬 專門做假民調的 譚小環 四十七萬五千 四十七萬五千四百 本土研究社 專門幫地產商 反田海 都收十六萬七千三百 你林鄭這些 你一直都在 你的存在 就是香港國安的最大漏洞 你是速速磅 你是速速磅 這些黃機構 你一直都在 就是 就是 派資金的時候 你不然有人追究 又追究 什麼 財經和庫務局那個 是不是 那 但是我記得 我知道更換了人 可能也說 不知道 公務員體制很多事情 換了新官上場 都阻止不了 沒有啦,你林鄭政府就是這樣 我真的 不是國安問題 喂 你這樣扔錢過去 跟資助恐怖組織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是恐怖組織投竊來的 這些人 你進去談小鵬這件事吃飯 他跟你宣傳暴力啦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啦 那這些是不是宣傳機器啊 這個叫你拿他的口罩 求他拿他的口罩 要叫黑醒死人家的 你林鄭是不是知道還在恐怖組織啊 知道恐怖組織的假民調啊 幫助地產商那些 那些 那些反田海那些什麼仆街 研究組織 又有錢套啊 喊了本土啊 我現在沒有喊過本土 以前喊過 本土現在就是港獨的一種 一個 一個形態來的 不過沒有說明港獨 喊著本土 下一步就要變成港獨了 所以我現在要抹的原因是這樣 我抹了一年了 年多了 近年了 即是有林鄭呢 是一個最大的國安流動 我差不多說完了 不過有一件事要恥笑一下 那 Tony Choi用假名 和霍家智呢 就寫著 向知 何柱國先生和星島日報 及頭條日報 就希望呢 接受我們真誠的道歉 就是6月24日 就是今早的 即是說呢 Tony Choi仍然用假名 向何柱國道歉 這個是泛民七大政治網台 但七大網台呢 其中一個 這班人渣呢 霍家智和 即是 Johnny Fogg 霍家智 Johnny Fogg和 Tony Choi這些人渣呢 前身就是和 這個 螢幕向編輯部一火的 那現在呢 這傢伙要向何柱國道歉 因為呢 他不知道 老作啊 何柱國呢 那些資產被美國扣押 所有的事情都不實 現在呢 他就怕何柱國告他誹謗 所以呢 就願意登半版廣告 去道歉 你想想泛民的質素 何其低劣呢 那些網台 不過呢 就是這樣了 不過呢 由Tony Choi分裂出來的 孔向編輯部呢 就是 就是這樣的課息了 我不想浪費這麼多時間 講《魔人編輯部》了 不過呢 我從頭到尾都說 他們是有問題的 《魔人編輯部》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另一邊呢 呃 李梓敬呢 就過二十萬了 那就先恭喜他 那很多人都會說 黃絲那邊就做啦 就說喂 好大危機啊 李梓敬有二十萬 那其他泛民的 的 的 的議員很低的啊 訂閱 但是泛民七大網台 勁抽的嘛 Tony Choi這麼人渣 要搞到要登道歉聲明這麼折磨 仍然都有無數低能去聽的 他分支出來的《魔人編輯部》 仍然在我們那裡的議員挖中的 說要保護林鄭 說林鄭一定是好人來的 林鄭說沒有追溯力呢 《魔人編輯部》就說 我們不能質疑的 我說沒有追溯力 《國安法》沒有說老虎 你這樣說 你反中亂說 你質疑林鄭人反中亂說 根本《魔人編輯部》就是 這個《星期易得道》 就是Tony Choi分裂出來 拿來要 我們呢 有一點點反省能力的人 都要我們 罵我們反中亂說 在 滲透到我們陣營去破壞我們 搞到亂七八糟的人 我再說一次《魔人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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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擺明 要 要 破壞我們泛民的一致性 破壞我們呢 反王 建制陣營的一致性 的一個 黃絲派過來 的 滲透我們的人 就這麼多了 不說這麼多《魔人編輯部》 好了 那麼多了 是